崔永元事件起不拦,这对明星夫妻连夜换国籍。粉丝,晒照碧瑶。 范冰冰最近是事情多得忙不过来,又是逃税又是其他什么的,谣言接踵而至,停不下来。之前就有网友说李晨和范冰冰去美国游玩的时候耳赌,输了一千多万。 真实情况是李晨在美国有工作,范冰冰去探班。两个人一起散散心,王一玩。而且他们大多数时间在剧组。剧组工作人员澄清说,这两个人不会接触赌博的,因为他们不喜欢,这些全都是谣言。 李晨剧组的工作人员也piu出了两个人的合照,为了证明两个人是清白的。李晨和范冰冰在照片里心情不错,看来他们不为谣言所出动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,有网友竟然爆料和在朋友圈散布消息说,李晨和范冰冰要加入其他国家的国籍,所有的财产也都转移出去了。 谣言的威力太巨大了,仿佛在暗示范冰冰因为逃税,为了躲避追查才逃到了国外,避免坐牢。天哪,误会真是太大了。 皇上不及太见急,这不,李晨还没动静,李晨的粉丝不乐意了。赶紧晒出了李晨参加综艺节目的图片。 其实,李晨早就回到中国了,全天都在工作,没有在国外。他人在国内,却把财产转移出去,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,假的一批。 而且范冰冰事件和李晨并没有太大的管子,人家跑什么呀? 这是李晨后援会piu出的图片,看起来是真的在忙工作。 李晨和其他明星一起表演,证明回国事实。